1月28日晚 由山西省纪委监委和山西广播电视台联合设置的专题片《护航》播出第二集 其中披露了晋能控股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郭金刚的贪腐细节 只在其错误带领下 晋能控股不正之风泛滥 圈子文化盛行 权钱交易肆虐 政治生态恶化 晋能控股集团于2020年9月成立 是一家资产总额超万亿 职工总数50余万人 煤炭产能4亿多吨的特大行省属国有企业 占山西全省国企的半壁江山 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地方 能源国企在保障能源安全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郭金刚的错误带领下 晋能控股落实 党中央及省委角色部署 一度跑偏走样 不正之风泛滥 圈子文化盛行 权钱交易肆虐 政治生态恶化 华丽的外表下 危机四伏 将企业当作独立王国专属领地 郭金刚在工作中 刚毕自用 独断专横 一把手变成了一把手 他最反感的就是 别了提反对意见 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 集团数千名中层干部使用调整 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 任人为亲 买官卖官 收受巨额贿赂上议员 他任人为亲 任人为钱 先后将自己的三十名亲属 安排在原同煤集团 和晋能控股集团 仅在谋取人师利益方面 受贿就高达两千余万元 原同煤集团 塔山煤矿党委书记 董事长宋寅林 就先后三次送给郭金刚 共计六十万美元 表面上是逢您过节看望领导 背后实质是各种请托事项 在郭金刚的关照下 宋寅林被提拔为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 直接导致部分干部 不找组织找靠山 圈子文化盛情 买官卖官成风 郭金刚的身边 有一个特殊的圈子 就是长期围着他转的 河南老乡施工队工商 郭金刚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从到哪里 工程就做到哪里 成为一个稳固的腐败 利益共同体 河南老乡张氏兄弟俩 就是郭金刚贪腐路上的老朋友 从陆安集团王庄煤矿到同煤集团 再到晋能控股集团 兄弟俩一路追随 他们从一开始干一些 职工宿舍土建类的小活 到井口工程 电力项目等这样的大工程 郭金刚在背后大力支持 通过打招呼 插手干预招投标 帮兄弟俩承拦各种工程数议员 兄弟俩则为其在北京买别墅 送给其1000万元干股 合计4000余万元的财物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 郭金刚一共收受了7个这样的老朋友 巨额贿赂上亿元 郭金刚案是不正之风 和腐败相交织的典型案件 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说 查办过程中 既检监察机关 既查他的权钱交易 官商勾连 违规插手项目运作等腐败问题 又深挖郭金刚和其他相关人员 涉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线索 做到以案看封 以封挖案 爱买奢侈品 爱吃新鲜羊肉 下属买上百只活羊 投其所好 透过专题片的讲述 观众对郭金刚的特权思想 和享乐奢迷的作风问题 印象深刻 郭金刚吃穿用度特别讲究 最大的爱好 就是逛街购买奢侈品 他在北京 太原 大同等多地的家里 存放的奢侈品牌南庄 就达数百件 郭金刚喜欢吃新鲜羊肉 过春节 晋能控股集团员副总经理 宣洪斌等人 就专门从内蒙谷 购买上百只活羊 送到河南老家 供他和亲友们享用 亲友吃不了 竟然养了起来 郭金刚享乐奢迷的背后 使特权思想作祟 他长期配备专职保镖 下基层调研 更是大奖排场 前呼后拥 有的基层单位 会迎接郭金刚调研 净花几十万元全面清扫 紧急装修临时休息室 并更换全新餐具造具 午餐菜单特别标注 郭金刚爱吃不带皮的 银血鱼等三页良好 十一道菜 上游所号 下必甚烟 在郭金刚的影响下 原同梅集团各级干部 上行下校 逢年过节 请客送礼 请托办事收受红包乘风 喝酒只喝一毛五 1573 茅台 五粮液 政治生态一度遭到严重破坏 旅心一个月便落马 2022年6月18日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通报 郭金刚被查 潜力显示 郭金刚曾任大同梅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 总经理 党委书记 董事长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22年5月 任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也就是说 郭金刚此次被查实 刚刚调任新岗位一个月 2023年12月27日 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 通报无企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典型案例 通报披露 以落马的晋能控股集团员 董事长郭金刚 在单位 以为其配备公务用车的情况下 还违规 长期占用六辆公车 山西省纪委监委介绍 2014年至2022年 郭金刚 借逢年过节 女儿结婚 出差开会之机 多次违规收受 多名管理服务对象 赠送的高档玉石 衣服等礼品和礼金 折合共计130万余元 2019年至2022年 郭金刚在单位 以为其配备公务用车的情况下 违规长期占用六辆公务用车 供其个人使用 在单位 以为其配备办公用房的情况下 长期占用某宾馆 一间套间 供其个人使用